我是歐滴,陳司健 然後現在呢 剛剛訓練完,準備回宿舍 然後 回去睡覺 然後睡覺之前我想給大家講一個確診的故事 就是從前有一隻小兔子 他很喜歡他的枕頭 如果他沒有那個枕頭的話他又睡不著覺 所以他天天都抱著那個枕頭 但是有一天那個枕頭不見了 他就哭了 就很難過 嗯 編不下去了 就反正這個故事想告訴大家就是這個 就是告訴大家 要好好睡覺就是 對 要保障自己充足的睡眠 這樣就不會難過了,沒錯 然後晚安 晚安大廠 晚安